Hello everybody,我是Kai E1 今天我要来开箱这个Aputure的Fernel 2X 那我拍片的朋友都叫它猪嘴 但是其实猪嘴是树光桶 跟这个其实有一点不一样 猪嘴不会改变光值 那这个会改变光值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快速开箱 顺便来看看它改变了多少光值呢 还有它的出力到底增强了多少 OK,所以盒子里面就有一个大袋子 大袋子打开呢 就有我们的保修卡跟说明书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Fernel 2X啦 目前我拍片用过最大的灯 就是1.8K的HMI灯 那它前面也有跟这个一样 一片玻璃 那你就可以变焦 让它变更聚集啊 或者是更闪的灯光 那这个Aputure Fernel 2X 理论上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但是它这个里面有两片玻璃 两片玻璃就是为了要让光线 非常非常有效率的传送到 前面这块玻璃上面 所以光线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 第一个我发现就是 前面这块玻璃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气泡 那还有一些不平整的玻璃表面 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灯光效率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Fernel 2X 它的光值跟裸灯的差距 到底差别多少 现在我们是裸灯的状况 那我们相机的参数 跟灯光的参数是完全不会调整的 所以唯一改变的就是裸灯 跟加上Fernel 2X 所以我现在人距离灯光一公尺 灯跟墙壁的距离是两公尺 所以我刚好站在正中间 现在裸灯的光值 我觉得它的阴影边缘已经有点软了 但是整体的轮廓还是蛮清楚的 都看得到我的眼睛鼻子嘴巴的轮廓 接下来我们装上Fernel 2X 那我们现在是广角端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我们的光值 我们整体的影子轮廓看起来是非常明显 但是边缘的部分很明显的柔了一些 而且还有一点点绿色色偏 只是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Fernel 2X最广角端的光学品质 那我们看到边缘 其实已经有很明显的黄色色偏 这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来 表示色偏还蛮严重的 接着我们把Fernel 2X调到中间的角度 就是20度角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的光值 整体的影子轮廓我觉得还是非常清楚 那影子的边缘呢 这个虚化的部分 我觉得它比40度角还要再锐利一些 那40度角更加柔和的边缘 那20度角又锐利了一些 那20度角的光学品质 边缘还是一样有黄黄的色偏 那影子的周围还是有稍微一点绿绿的色偏 接下来我们直接转到12度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光值的部分 我们影子整体轮廓还是一样非常清楚 那我们影子的边缘呢 我觉得又更加的锐利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2度角的光学品质 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我们的影子边缘变成了黄色色偏 那我们刚刚20度角跟40度角都是绿色色偏 那现在变成了黄色色偏 那整个光照的范围刚刚都有黄色色偏 那现在看起来没有明显的黄色色偏 那刚刚光值的部分 我只有单独看一下影子的部分 那如果你想要看人的立体感的部分 那我们就现在暂停一下 Frenil 2X距离物件只有一公尺 真的太近了 所以我要多做几组测试 那这五公尺跟三公尺的测试 我就教给大家自己去看 看一下影子边缘的锐利度 还有影子的对比度 还有影子的大小 反正我就互相比对 你们就自己慢慢看吧 Frenil 2X装上去 我觉得光值没有太大的改变 它的边缘稍微柔和了一点点 就这样子 那如果你需要一个非常强的输出的话 装上Frenil 2X一定是超赞的 那如果你想要最硬的光源 当然裸灯还是最硬的 那么接下来看看 如果Frenil 2X装上四叶片之后 它到底可不可以做出这种 细长条的光线效果呢 我们又把灯放到一样的位置 然后我们装上了Barn Door四叶片 那我们出现的效果就是长这样子 上下被切掉 然后也有一个长长细长的光线 这就是我们要的 但是我们的细长光线边缘呢 看起来是有点柔和 那我们人类也出现了一些病话 我们边缘出现了非常非常多影子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这个效果看起来还蛮酷炫的 嗚呼呼 这个影子这PiMV应该很好用 这看起来超帅 接着我们把Fernil调到12度 然后加上我们的Barn Door 那我们看起来只是跟没有装差不多 因为12度已经很狭窄 这根本Barn Door夹不起来那个细长的光线 所以12度如果你把Barn Door夹起来只是减少光线 只是看起来跟打开Barn Door是没有差别太大 那这个Fernil 2X 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工具 因为你不管加上任何的控光设备 光线都是减少的 但是这个Fernil 2X装上去 竟然光线是增加的 所以非常非常特别的工具 所以如果你想要Flood跟Spot你的光线的话 买这个Fernil真的是超赞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Fernil 2X的快速开箱跟分享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 对我们的朋友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请注意一下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